大家好,我是Kyogei 來到今天我們會找第100個文型 第100個文型的解說也挺多的 我們今天就看看它 這個文法是 前面有一個名詞 其實它是的的形式 首先第一個說明 第一個解釋就是 表示前面不同 而引致後面有不同的結果 比如第一句的例子 櫻花跟種類和地方的不同 開花的時間都會有所不同 所以最好就是提前確認好花旗的訊息 如果大家喜歡看櫻花的話都知道 東京和大阪開花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如果每一年去賞花之前 最好就查清楚 至於第二個用法就是表示根據 即是根據什麼或者由什麼 我們看看最後的例子就明白了 社會安定是由法律守護的 這裏的前面就是這個法律 所以社會安定這件事就是根據 依據法律而受到這個保護 說明箱就是表示手段 表示通過什麼或者借著什麼的力量 我們看看這裏第一句的例子 みんなの強力によって 今回のプラチクトを成功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通過大家的齊心協力 今次的項目 這個項目就取得了成功 但要留意 表示手段的時候 這個項目就不可以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工具 例子就是每天坐電車上班 不可以使用電車的項目就不可以使用電車的項目 要用電車的項目就不可以使用電車的項目 即使用電車的項目就不可以使用電車的項目 然後第四個解釋 這個項目就表示客觀的原因 是因為什麼的 由於什麼的意思 例如第一句的例子 おあめによって 運動会はじゅしになった 由於大雨 運動會就被除消了 這裏是一個書面語的用法 一般都是後項 不可以用於推測 命令或者勸有等等 因為它是表示了客觀的原因 而造成了後面的結果 然後最後一個用法 就是表示動作的主體 一般是用於被動句 即是被什麼什麼 或者是有什麼什麼的意思 簡單來說 就是做那件事 第一個人去做的那個人 就可以用這個によって 我們直接看一下例子 可能你就明白我講什麼了 美國大陸はコロンブスによって 発見された 美洲大陸是由高倫部發現的 第一個發現美洲大陸的人 就是高倫部 所以就可以用這個によって 去表示 這一句是不能用に去代替的 好 講了によって 這麼複雜的文型之後 我們就講一個簡單的 就是你一個によって 或者ん 接觸是動詞的ない形 不要ない 加你一個によって 或者ん 如果しない的話 就要用一個せる 對 はい 它的意思就是 表示不... 是否定的 跟ない一樣的 の 就是書面語 然後ん 是口語 例如我們看一下第一句例子 そのことについて 僕はさっぱにわかなる 關於那件詞 我什麼都不知道 はい 我們今天就講這兩個文法 先來吧 那這個によって 可能有點複雜 但是大家只要記住 其實它是等於這個によって 就可以了 另外那個によって 我覺得比較少聽見的 不知道是否我看的日劇和書 都比較少 大家可以分享多些這個文型給我聽 因為我都比較少聽到這個文法 ん によって 是常常有的 大家如果忘記的話 可以去找找 但N4的文型 就會有這個によって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 你可以去我的IG 的 如果你想找這個 找這個Facebook 的 如果你想看日本的資訊 你就可以去我的Facebook 那我們明天繼續努力溫習 じゃあまたね byebye